祷告第26天 有稳定的情绪 亲爱的天父 奉主的名祝福我的孩子 有稳定的情绪 求主耶稣带领他体会情绪的奥妙 让他成为喜欢自己的人 求主让他从小肯定情绪 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求主赐福他能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 不要让情绪左右他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求主耶稣帮助他知道怎么样面对 也求主耶稣安排合适的人帮助他 安慰他 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魔鬼离开 不准魔鬼利用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引诱我们乱发脾气 乱骂人 乱丢东西或是伤害别人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求主赐他智慧 找出原因 而不要觉得自己很可怜 当他被误会 受委屈的时候 愿上帝安慰他 赐他祷告的力量 不要让不舒服的感觉 埋在心灵深处 我也要为主耶稣赐给他健康的情绪感恩 求主教导他 何时该喜乐 何时该悲伤 也求主让他能看得清楚 有能力分辨自己的情绪 生气的时候 不要把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 当愤怒的情绪过去之后 求主赐他反省检讨的能力 求主帮助他有智慧处理激烈的情绪 不要让情绪像海浪一样 把他淹没 乃是像清澈的河流 温柔地流过他的心 谢谢主耶稣 让我们一天里面 可以经历很多不同的情绪 求主赐下一颗安静的心给我们 除去我们的急躁不安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